字幕提供 高級機子都在做工具加工 一杯好喝的飲品 酒醋丹青 官長有結合到過去的飲料的背景 創作出這種醫療靈感的期待 達佩上生年的靈感生年路 拍拍到過去傳統的每個人為 靈感的使用方式是在烤白骨湯的使用 因為現在人強調的是健康 所以我們其實是用新鮮的牛奶 很煮好的飲料下去打的 很單純 蔡元素很單純 那其實傳統在吃靈角 大家都覺得靈感好像空拍不疼 就一直被限縮在靈角白骨湯 那剛好結合過去的珍珠百茶專業背景 所以我們創造了一支靈角鮮奶麗正義營 那我們讓消費者喝進去 可以第一口感受到那種很濃郁的靈角味道 一直以來的總輸到 他比較大研究的理政客 當初是為了要找到 靈角在在營的點心 上面的可憐 冰車可以生入到UK 到冠田一定會不會擺盤 在在吃了這麼多百集合 終於是在完成這樣極數的音頻 我們其實一直在思考 靈角可變成靈殼它的這個產業 那同時也在想說 靈角人 就是我們去觀察 靈角人一直都是被真空包裝賣出去 然後回到消費者的手上 就是煮湯 或者是直接槌來夾 好像沒有做成甜品的案例 那個時候只想說 我怎麼把靈角變成甜品 然後希望游客來到觀天 可以買的 必買的人去伴手禮 但是一直開發不出那種 一吃下去就覺得 這就是靈角的味道 在這次喝到蚵仔生意爐的 既然之下 讓你進行經過實際 進行靈角生意爐的成功連發 在大概去年吧 就是去年的時候 台灣在封所謂的芋頭鮮奶露 對 芋頭 用新鮮的芋頭 跟鮮奶下去搭 那 色澤 其實我那個時候喝完 我覺得 芋頭可以做靈角是不是也沒有錯 所以那個時候 剛好就集了自己的專業 然後就 下去試試看 然後就開始調整 那最終調整出一杯 很濃郁的鮮奶露 但是也必須講 以這樣子的一杯飲料裡面 我們放了100克的鮮奶露 其實它的成本 鮮奶露成本相對高的 但是我們希望可以讓消費者來到關店 要喝到一杯 就是很難忘的口感 觀眾也來推薦說 一邊吃到鮮奶露 一邊喝到這款的飲品 是很特別的感受 會回來到的冠店 剛才是買到新鮮的鮮奶露 或是煮好的鮮奶露來吃一口 不然也可以來到冠店 黑金、冷湯、送什麼罐 平常就是不會特別去過 充滿到連鎮奶露 連鎮奶露 贏了贏了好嘍 我們希望大家讓其他暖化電差不多 差不多